我是快乐的小男孩 天天在家玩游戏 玩游戏有什么不好 动脑动手又动脚 我要成为快乐的人 天天在家玩游戏 亲朋好友快来看 迷奇又要玩游戏 玩游戏 大家好,我是迷奇又要克斯基 今天我们玩一款当时童年 我童年的时候经常玩了一些系列游戏 包括超级马利奥 今天我们玩的游戏叫做松鼠大战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但是没关系,玩下去就知道了 OK 所以说现在我们开始完了 然后这个游戏是可以单人或者双人的 然后现在因为我一个人嘛 所以一个人 然后它有两个角色可以选 第一个就是这个画面左边的和右边的 右边呢我觉得是一个母性 所以因为我是男性后会选左边这个 所以说Let's go 但是由一开始之后呢 可能要介绍一些剧情 但是剧情我基本上不知道它在讲什么 因为它是日文 我日语之间不怎么样 所以由一开始之后呢 我会发现这个游戏 所以刚开始一个这么大的苹果 苹果对我来说的意义非凡 你们也知道我曾经做的是苹果一些科技视频 然后后来我也慢慢喜欢上用苹果的一些商品 好了这个就是题外话 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游戏呢 画面呢来说还不错 因为对于我小时候 我记得我玩这款游戏 大概我才可能就七八岁八九岁那个样子 最多的就是十一二岁 当时家里没什么玩的 只有这个东西可以玩 就是小霸王 小霸王呢 小霸王每次开机之后 它总会有一个特别好玩的那个口号这样 什么小霸王提了 我当时我一直觉得小霸王那个图标很奇怪 后来原来发现原来是两个拳击手套并在一起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就是律师的头像 但我错了 OK回归到这个游戏上呢 这个游戏上其实 这是我在玩那个 就是任天堂 就类似FC 我们就要FC好了 这款游戏当中比较简单的一款 因为它特别简单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玩 因为简单 所以爱玩 这个我觉得 其实玩游戏嘛 没必要那么笑声 像现在很多人玩游戏都把那个难度调特别高了 过不去跟自己跟自己游戏 有时候把键盘还砸坏什么的 没必要 像游戏的话 嗯 平时跟哥哥姐姐弟弟弟妹妹们一块玩一下 我觉得只要能修身养性就可以了 当然了这游戏 哎呦 这游戏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第一关不会死掉吧 因为 因为 怎么说呢 小时候我当时家庭还不错 妈妈呢 当时就是给我买了很多卡带 当时我记得 这种卡带 一张卡带要卖到200多块 当时家里记得大概有100多张卡带 蛮奢侈的 我觉得 这款游戏我大概玩的有 记不清了 太多遍了 因为当时那个存档 还没有这个存档一说呢 就是说你一旦玩几个游戏 你就要一直玩 玩到底 不过之前我还是有遗憾的 因为有几款游戏 我之前没有打过通关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可以钻到箱子里面 钻箱里面的话 就相当于有一个无敌模式 当然啦 只限于一次 但这箱子被人 对方打飞之后呢 你就不能再用了 OK 现在我吃了满血 基本上不会死掉 好了 这个马上就要过这个第一关了 第一关那个boss了 能看到boss是什么样的 哇 看起来好难 提出这个相当简单 只需要站在中间 像他打他五下 应该就OK了 就像有时候boss 小时候觉得是 还是有点难度 但现在觉得 哎呀好难啊 就是很轻松的过了第一关 过完关之后 他每关都会有个奖励的一个关卡 这两个人的话可以完全吃完 但一个人的话 几乎只能吃到 吃到最多可能就 一二三四五 六个箱子大概 然后又是一个很啰嗦 然后会有两关我们选A好了 哎 想起来这关 是打一个猫头鹰 我记得 我记得 不知道这个游戏刚开始 为什么要放两块 这个就是满血的那个物品 刚开始有人会费血吗 我觉得不会 然后 这一关 我其实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 在这里耗时间 如果你要很有耐心的话 你可以把他们全部打掉 如果没有耐心 像我一样 就一直往上走就好 啊 适当的时候停一下 啊 这就老快了 好快 OK 搞定了 自己可以把自己砸晕 三下 再来一下 哎呦 糟了糟了糟了 哎呦 完了完了完了 要死的节奏 哎 我不能 限死啊 你限死啊 好了 这就第二关过完了 所以这个玩游戏呢 就是当时 小时候玩的 感觉还是蛮怀念的 我直接跳到最上面吃这个 最好 哎 吃到七个 一定是我的吉下 然后呢 C 我觉得是C 这个地方我是特别喜欢 因为我喜欢这边 有很多很多这个 好像是在那个 一个 一个书柜上面 这个场景 因为小时候 一直觉得是 高楼 但后来现在一看的话 感觉全部一些 像 文件带什么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袋鼠 不停的攻击 看他那个袋鼠的表情 很严肃 喂 我在这边 火速通关之后呢 会是什么样子 噢 鬼 哇 这边 哎 要死 刚才那个地方 我觉得是一个陷阱 因为你上去之后 几乎没有任何 攻击能力 因为他大概要打三下 还是两下 才死掉 这要两下 所以说我上到那边的时候 我应该 我真的不相信 我觉得 真的无法相信 我现在还在玩这个游戏 当你那个 刚才那个花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拿到一些 奖励分数 一下 一下 两下 搞定 啊 啊 这怎么办 好了 这个游戏就先玩到这里 毕竟是怀念一下童年嘛 童年这个 啊 花有重开日 人物算少年 就是 所以说 回忆下哨了 好了 这一期呢 我们就玩完这个 松鼠大战 童年的经典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 继续 继续玩一些新的游戏 或者一些经典的游戏 好 这是米奇奥克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